好 在前三段作者介绍了 露营的动机主要的不是这个省钱 重要动机之一是为了免除在宾馆里的一些恐惧 不知道该怎么给消费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泄不满 那么第四段开始作者说了还有别的动机 什么动机呢 咱们来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看屏幕 他说 To such motives yet another must be added 他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动机 要加到这些动机里面去 这个本来正常语句 yet another motive must be added to such motives 就是有另外一个动机要加到这里面去 这里面把to such motive放在聚首 也是为了更好的乘上其下 因为上面不就谈的那些动机吗 对不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要加进去 为了乘上其下改变了正常语句 然后yet another 这是多次讲过的一个小知识 就是又一个再一个这个表达 我们放的another或者one more 同一词嘛 都是又一个再一个 前面经常可以用yet或still 进一步加强语气 它暗示已经有很多了 现在又来一个再来一个 这是咱们新干净三册 第33课就讲过的知识 先做复习吧 比如说 yet one more question 我说再提一个问题 still another example 再举个例子 这里面那个one more another yet和still中间都可以来回替换 没问题 咱们再复习一下 在三册的33课的课文 三册的33课难忘了一天 this led to yet another angry argument 这又导致了又一次气氛的争执 又一个再一个 说明前面已经有很多了 加强语气 在四册的前面25课 咱们也见过 做复习 就是149页第八行 四册的149页第八行 他说 she was yet another victim reduced to a screaming wreck 他是另外一个受害者 他变成了一个指挥尖叫的一个废人了 这个yet another就又一个再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动机 要被添加到这些动机里面去 那是什么动机呢 咱们看第二句话 开始介绍 The contemporary phenomenon of car worship is to be explained not least by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freedom that ownership entails 好 非常漂亮句子 这个前面白色是句子主干 主语呢是当代的这个现象 什么现象 of car worship 就是汽车崇拜 大家都喜欢汽车这个现象 那么可以呢 这个是能够用这个现象来解释 B动词加to do 四种常见用法 咱们在前面 42颗刚刚讲过 表示打算 想要 表示这个命令 表示能够 或者表示应该 在这是能够吗 能够用它来解释 表示能够 咱们一会儿会复习这个知识 not least是状语 从它开始一直到句末 是整个的一个大长的一个方式状语 是被什么什么来解释 not least翻译成尤其特别 尤其特别 能够被这种独立感和自由的感觉 什么什么的感觉 叫它sensor 固定搭配 sensor 29颗 咱们也说过 然后再加定义从句 那么修饰前面那个sense 什么自由和独立的感觉呢 就是拥有权带来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 咱们讲过 这个intel可以表示带来什么什么 生死中讲过 这是定义从句 关于代词that 那么充当intel的避语 里面我们先复习那个必动斯加tudu 必动斯加tudu 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书面语 它有四个常见文法 最早在咱们三册的第四十颗讲过 第一个就是打算或者是想要 复习42颗刚讲过没多久 那复习吧 比如说I am to see her tomorrow 我打算明天去看它 我们就复习42颗 245页第八行 245页第八行 他说 but instruments far more delicate than that were needed if any really serious advance was to be made 这个两个都是被动 咱中文中可以主动翻译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这个做出真正实质性的进步 比那种东西精密的多的仪器是被需要的 就是翻译成中文对我们需要 比那种仪器精密的多的这种设备 如果我们打算要取得实质进步 b加tudu是第一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意思发现是命令 命令某人做某事 再复习 you're to be back by ten o'clock 十年以前你必须回来 这是下命令 no one is to leave the building 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大楼 这是下命令 第三个呢 就是本文中这个能够 能够 咱们再复习吧 how am I to pay such a debt 我怎么能付得起这么大一笔债呢 还得起这么大一笔债务呢 这能够 再比如说 we Chinese people are not to be bullied 这个句子我们在42颗讲过 我们中国人民是不能够被恐吓的 这能够 最后一个是 大家可能背下来了 叫应该 也用必动词加tudo也用他 such men are to be pitied rather than dislike 这位人应该被同情 而不是被鄙视 还有三册第四十课的 他一挂断电话 马上就走到工人那里 并且跟他们说 如果有警察命令他们离开 他们可不应该重视他 这不是真警察 这是大学生假扮的 这应该 还有这么多次见过的培根在of studies 就是论读书中的这个名句 还记得吗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相信大家都能背下来的 有些树应该浅尝即可 其他树应该胡伦吞下 只有少数树应该取决和消化 必动词在to do 后面的并列句 必动词没了 只剩下了to do 这是四个用法 回顾一下 第一个打算或者想要 第二个下命令 第三个能够 最后一个应该 本文中是第三个用法 能够被这个东西来解释 not least 尤其是特别是 加强语气 这个不能拆开翻译 这是一个正式的书面语 not least 是especially 或者in particular 尤其是特别 什么什么什么 叫not least 看一些例子 the film caused a lot of bad feeling not least among the workers whose lives it described 这部电影引起了 很多不良的一些情绪 尤其是在这工人之间 什么工人呢 就是电影所描绘的 这个 就是他们的生活 就是描绘的这些工人的生活 那么引起了他们的一些 很可能是很不良的 很不满的一些情绪 尤其是特别是 叫not least 再看一个例子 my mother was upset about his appearance here not least because she felt it was invading her privacy 我的妈妈呢 对于她在这里露面 这个男的到这来了 觉得非常的不开心 觉得非常沮丧 尤其是因为 她觉得这侵犯了她的隐私 privacy或者读成privacy 叫隐私 not least加强一句尤其 那么尤其可以通过这种感觉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就是独立和自由的感觉 什么什么感觉 the sense of 三册29和 咱们就讲过 回顾一下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独立感 the sense of freedom 自由感 the sense of direction 方向感 the sense of humor 幽默感 the sense of justice 正义感 the sense of pride 自豪感 the sense of honor 荣誉感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成就感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责任感 the sense of superiority 优越感 the sense of inferiority 略等感 或者自卑感 总而言之 什么什么的感觉 用the sense of 回顾三册29和的课文 三册29和叫funny or not 是否有趣 the sense of humor is mysteriously bound up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幽默感 神秘兮兮的 与民族的特征 紧密联系到了一块 叫幽默感 还有我们三册的第五十四课 本能还是机智 这个书 No matter how much we like honey or how much we have read about the uncanny sense of direction which bees possess we have a horror of being stung 无论我们多么爱蜂蜜 无论我们读了多少有关于 他们那种神秘方向感的这种文章 uncanny就是mysterious 神秘的不可思议的 那么就是密封所 拥有的那种神秘的方向感 我们依然害怕被蜜蜂蜇 这个sensor表示什么什么的感觉 好 回到剧中 本文中是独立感自由感 什么呢 就加定义从 that ownership entails Intel说了 带来 就是汽车的所有权 所带来的这种感觉 这是这么一个 我们大家都喜欢开车 因为确实带来独立感和自由感 那么露营呢 确实给这种乐趣平添了一种优雅的意境 看下句话 他说 to this pleasure camping gives an exquisite refinement 这里面又是为了成长起家改变语序了 你看本文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本来应该是 camping gives an exquisite refinement to this pleasure give a to be 但是这个pleasure就是上门中 那种独立感 什么什么自由感 汽车给我们的这种乐趣 那么就是这个pleasure 指的是上句话中的情况 所以把to this pleasure 这些状语放在聚首 也是为更好的称上其下 就这么一个 那么正常语序呢 我们说的应该是 camping gives an exquisite refinement to this pleasure 平添一种优雅意境 这个exquisite 也能都是exquisite 都行 他在我们前面海浪那棵树 曾经讲过 是表示这个高雅的 就是咱们四十颗里边 咱们先复习一下 表示高雅的 优雅的 叫exquisite 或者都叫exquisite very sensitive and delicate in the way you behave have or do things 我们行为举止做事情 非常非常的敏感的 非常非常的细腻入微的 就优雅的 高雅的 雅致的 而不是粗粗拉拉这种 这个叫exquisite 或者exquisite 两个翻译都算对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这词 exquisite 或者这么读 excquisite 都是一样 我们只是同一个词 优雅的 高雅的 咱们复习 比如说看一些例子 she has exquisite taste in art 这个女人在艺术方面 有一些高雅的品位 这个taste 可以变成人的品位 在复习四十课的课文 在二百三十四页 第三到第四行 二百三十四页 第三到第四行 The wind then speaks the message of the sun to the sea and the sea transmitted on through waves an ancient exquisite powerful message 这个风 把太阳的讯息 说给大海来听 然后大海呢 又把它传递给了 继续传递下去 通过海浪来继续传递 什么信息 一根古老的 高雅的 强有力的讯息 exquisite 就是优雅的 高雅的 文中后面这个refinement 也是表示高雅或文雅 放在一块 就是比较优雅意境 文雅的感觉就好了 我们看看refinement refinement在这 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 是个不可说明词 它表示culture or elegance of manners taste language etc 等等等等 表示我们的什么 礼貌 礼 什么品贩 语言方面的文化文明 或者是高雅文雅优雅 就是这个人的行为举止 他的举手投足 他对艺术方面的品味 或者讲话 特别优雅高雅 不会粗粗拉拉这种 叫refinement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a person of great refinement 一个非常高雅的这么一个人 或者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人 再没有说 an atmosphere of refinement 一种高雅的优雅的一种气氛 在一些非常非常装潢的很典雅的一些什么大厅里面 或者书店里面 或者一些高档的餐厅里面 慢慢有一种高雅的这种意境或者气氛 本文中用优雅的高雅其实还是优雅 对吧 就是我们把露营给这种乐趣 又平添了一种优雅的高雅的感觉 优雅的意境 这是我们第四段又说了 还有另外一个动机 动机是什么 动机就是我们开车给我们的很自由的感觉 而露营使这种感觉平添了优雅的意境